各位呢,您先進到這個FTP之後呢 您找到我們這個OneNote 那 軟體都在這邊,您可以直接下載,或者是您回去之後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從我們這個OneNote翻轉學平台上 下載 那等一下呢,你進到這個網址之後,你可以從上面這裡有一個會員登錄 會員登錄 你可以選擇 從 用這些所謂的社群帳號登錄 但是不太建議各位用Facebook,因為有些同學,你資權證比較嚴謹一點,也許會登不進去 其他的OK 那第二個呢,你也可以用你的信箱註冊 這裡 就直接用你的email註冊也可以 那這種方式,你必須要去你的信箱收一下認證清 收一下認證清,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比較標準方法 那麼 如果你覺得,我只想先試看看的話 你可以進到這個 訪客 滑過去訪客 這裡有一個取得訪客代碼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好,取得一個八位數代碼 那下次 你把這代碼寄下來 就在下面直接輸入你的訪客代碼就可以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學習幾乎就會留在上面 包括你做的筆記 你看過的 資料 你閱讀過的教材 加入過我們的這個群組 都會在裡面 你看我在這邊把取得 這個 有沒有,上面就有個八位數的訪客代碼 那你按確定之後呢 如果你不小心 我還沒有把剛剛的記起來 沒有關係 你看一下上面這邊 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 有沒有代碼在上面 對不對 那你可以先來這邊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把你的姓名稍微更新一下 不管你是用標準的註冊 還是那個都可以 那你在這邊更新一下 這邊的更新只是 在OneNote顯示的名稱 你如果原本用那個社群帳號的 不會影響到 不會影響到 好,那我們的資料呢 在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在發現裡面的群組 把它按一下 你就會找到我們的第一名 在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找到了 好,那找到了之後呢 你把它點一下 在右上角這裡有個加入 好,這個地方 有一個加入 這樣就進來了 這樣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的所有資料 就已經放在上面了 好